腦中風跟心臟有關係 48歲的王明雄 罹患急性栓栓型腦中風 經過花蓮慈濟醫院醫師治療後 細心找出病因 原來是心臟長了一顆腫瘤 我們當初也是覺得有點怪怪 後來我們再問他清楚 他說心臟有東西 長東西這樣 左心房7公分大的黏液瘤 產生碎片及血栓 是造成患者中風的原因 經過醫師評估 使用達溫西微創手術取出 達溫西的手術 對於這樣的病人來說 他是一個更合適也安全的方法 他已經在中風的情況之下 復健各方面已經很辛苦了 我們希望他不要再因為傷口 不要再因為其他的狀況 讓他復原上又有更多的 併發症或狀況 相較於傳統切開胸骨的手術 達溫西手術只要在胸口打四個小洞 不只傷口小 復原快 也讓王明雄在中風的復健路上更順利 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小的傷口 其實他也滿幸運的 能夠碰到張醫師 除了感謝之外還是感謝 大愛新聞 姜家瑜 鄧明儀 華聯報導 或許おっерш struggle UAE 同 ele 你們 糸